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情况都相当的严重 而这个除了这个不良率之外 我们还看到我们细旋腐威力PM2.5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也开始来去做相关的这个记录 而这个部分呢 因为它吸入的人体会直接致癌的情况相当高 包括心肺的疾病 所以已经是全球界最关注新兴的污染物 你们也很关注 所以也设了很多手动的相关的监测项目 那我现在给你看一下 我们在今年上半年 台湾各地空屋PM2.5不良率的排名 这排名里面呢 字稍微有点小 但是我稍微来这个说明一下 前三名就是屏东 云林 嘉义 高雄好像没有在这三个里面 可是我们一点都不高兴 因为接下来就是台南 高雄 然后嘉义 南投 你看看一直到第十一名的台中市 台中市以下 那个不良率竟然是在0.60以上 最差的屏东到0.71 那是要有什么意思呢 那个致癌的 造成心肺严重疾病的PM2.5 既然在每一百天之内 台中以南 会有六十天 我们都处于在这个 不管是WHO的标准 还是台湾相对低的标准 都不合格的状况 而当然 我们所看到的高频 特别的严重 甚至高超过七十天 所以不管是PSI值 还是我们看到的 这样的一个PM2.5 我们其实等于是活在一个 充满有毒物质的空气里面 我在半年前的咨询 我就觉得我自己好像在跳针一样 每半年每一季 每半年每一季 我们都在同样的问题里面打转 半年前我举的是 五月天的诺雅方舟 世界末日演唱会 在那样的一个市运组场馆 大家在那里狂跳 说离开地球表面 可是我们吸的 却是一个不良的空气 现在超过一百四十万人 在高雄看黄色小鸭 可是我们呼吸的空气 还是这样不良的空气 这对高雄情何以堪 我们完全没有办法容忍跟接受 那再来我就要具体的 在那里请教两个细节 先请教一个测站的细节 再来讨论法令的问题 测站的细节 我们来看下一张图 结果我们的测站 PN2.5的测站 手动测站 这个因为最重要 因为手动测站相对比较准 在这个测站里面呢 高高屏总共只有四个测站 扣掉参考值的恒春不谈 三个主要可以纳入计算的 包括高雄市的前津站 高雄市的美农站 屏东县的屏东市站 全部都远离在 那就是三角形的那个地方 包括最左边的前津站 上面的美农站 中间的屏东站 这是三角形 你的手动测站 可是都离路竹 岗山 陵园 跟平南工业区 那个就是蓝色点的工业区 都距离这么远 也就是说 你虽然有手动测站 可是你的手动测站 基本上 离主要的工业区很远 我来自于前津区的选区 那里都是公教区 一家工厂都没有 美农区 都只有稻田 农社 屏东市里面也没有工业区 所以我第一个具体的请教是说 当时在设这样测站的时候 是不是有粉饰太平之邪 当然已经无法粉饰太平 即便设在这里 那个数值都已经差到不能看了 现在你设在这些地方 为什么当时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 是为了向您说明 我们有76个自动监测站 而那个站也都有PM2.5 但是那个你们的报告就告诉我们那不能拿出参考的 那我们现在说手动站的目的 对 就是要跟它建立关联性 用去叫叫叫 因为我们标准是用手动 美国也是用手动的去做标准词 可是手动是成本很高 而且它不是连续出来 而是就几天测一次 测那一天的 所以我们希望把这个结果跟自动的连起来 然后我们可以自动的各个站就知道说 应该会是多少 就是因为手动的比较准 它又那么的贵 那么的不容易 如果你不设在工业区旁边 你设在住宅区农业区 它是建立关联性 都会区 一旦关联性建立起来 其他的都可以比照就换算出来 我们就知道那个结果了 所以我们现在有每一个县市 起码有一个站是来跟建立关联性 所以我们最近的关联性的结果 我是不是请那个处长 没关系 所以我具体的建议 我具体的建议 其实很好的 我具体 1比1的关系 我具体的建议 就是因为高高频是我们 不管是PSS还是PN2.5里面 都是相对比较严重的 可不可以在高高频地区 再多设一个站 但它临近工业区的 让我们感受到 起码第一个在检测 怎么等一下讨论到法令之前 它是可以 我是说不是不可以 但是你能不能容许我们 把我们的比较 就跟你说明之后 你会了解说 有没有必要的问题 如果你有没有 还有不要我们再来讨论 好不好 因为我们那个目的是 做一个比对 建立只要其他的 其他的七十六万 完全跟那个手动一样有效性 目的是这样子 好不好 基本上 您的报告也告诉我们 自动的检测 基本上为什么要靠手动检测 不管你什么关联性等等 就是因为国际监队自动检测 目前是没有办法当做标准的 还是要用手动的检测 那是那么珍贵的一个资源 就你设在这种地方 所以我具体也不要求你现在把这三个地方 因为我们也不是专业 就要立刻去改变 但是一个手动一定有一个制动在一起 所以我们就建立它两个关系 这关系很好的时候 我们可以证明说 其实我们其他的制动测栽 会跟手动一样的效果 对 所以你也不排斥 如果在很有必要的情况之下 再多设一个 让它的问题可以比较完整的凸显出来 但是如果您了解的话 它其实设不设 跟我们现在效果没有差的话 就能够不设 所以能够帮我们了解一下 我们现在做出来的关联性 没关系 其实非常好 我们现在 我现在就把这个问题先把它图显出来 但我要解决问题 是没错 那解决问题就要回到法令 刚从事曾经要提的是一个 类似总量管制的相关法案 被您很严峻的拒绝了 好没关系 那我们就回到这个空污法 空污法已经至少在一年前 至今 包括本席在内 已经有三个委员提出了 空污法第十二条总量管制的 这样的一个修正案 而这个修正案呢 就是希望 能够把经济部要会同公告的 这样的一个条款把它取消 原因是 经过了二三十年 甚至不止了 我们有一条 所谓总量管制这一条 但设了一个厌科条款 所以一点用都没有 每一次词询您都告诉我说 我们很认真的在协调 很认真的在沟通 可是就像一个联合国的否决权一样 经济不说no 这件事就没有办法 但是高雄人 南部人 台中以南的人 半个台湾的人都在做这样不好的空气 一年不 一百天不到一个月 是可以有好的空气 所以我在这边很具体的请教您 避免我们再过了几个月 甚至在省预算的时候 我们又在这里好像跳针式的讨论 一点进度都没有 那卫皇委员会的委员 跟我们韩保署 怎么像整个这个大地跟我们的环境保护交代呢 所以我具体的请教你 你愿不愿意提出 环保署的版本送到行政院 纵使你们不会贸然的 不想要立刻 把经济部会同公告的拿掉 所以当然是我的版本 这三个委员都是同样的版本 但你至少也要一个进展吧 否则我就必须要很沉痛的指控您 就是视南部的中南部的民众 于一个空气极度污染的情况之下 而你视而不见 我们愿意没有问题 那那是什么进度的 半年前您也是这样说 不是你现在今天讲的很具体 所以我们提个案给行政院 是修法案 我们可以做 本会期希望我能看到进度好不好 因为就是我一定会跟江招伟 我们会商量 我们来排这样的案子 因为已经有三个委员的案子 在那里排队了 那我们不希望 到时候的审议里面 环保署或者我们行政院是缺席的 因为这样的一个宣誓 其实是非常不恰当的 会认为说 我们对这件事情完全不在乎 我向您报告 虽然那个部分总量没有出来 你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环品 在高雄的案子 高雄第一 我们都会是要求 一种量方式去要求它的 因为环品有到另外的 可以要求的部分 照环品的总量的原理 去要求新的污染源 一定要在旧的部分 捡到比它还要多 至少1.2倍以后 才能让它设立 当然经过了几十年 这个修法 到现在这个方向 我是支持你 这一点我从来都没有对你不同的意见 但那是一种 隔靴骚氧相对的 所以您讲的 我们也不难赞同 但我环保署一定是支持的 好 这个会期我们希望 我们在这个立法上面 有一个长足的进度 谢谢 好 谢谢 好 我们谢谢赵天一